这是一连串发正带陕北、离奇而又真实的事件。 2011年10月10日,陕西省盐川县公安局接到该县盐水关镇农民王长存报案,其已故的儿子王三石的坟墓被人挖开了,儿子尸骨尚存,但是与儿子合葬的女子李月月的尸体却不见了。 2012年2月6日,这一天是正月十五,袁小姐,想几年前去世的老母亲陕西省黄陵县的农民张志宗,她来到母亲坟前祭奠,就在上坟时张志宗发现了,这母亲的坟后侧似乎有被挖开过的痕迹,张志宗打开棺材后她傻了眼了,棺材空空,母亲没了。 时隔数日,陕西省三元县新兴镇农民向正风在路过母亲坟前时也发现有些异样,坟后侧被人掘开了一个大洞,和家人一起掘开坟墓之后,郑向风发现了母亲的尸体居然不翼而飞。 郑向风一屁股坐在地上,脑袋开始发蒙,随后嚎啕大哭。 接二连三的丢尸事件让当地老百姓感到不安了,也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这坟墓中没有枝钱的财物,不知谁挖的呀,尸体去哪儿了? 为什么丢尸的全是女尸呢? 景峰经过走访调查了解,在当地一些农村自古有配阴婚的习俗,也就是说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旧习俗又沉渣泛起。 民间甚至出现了某交易亡人尸骨的现象。 2012年2月23日,陕西省盐川县公安局决定对尸体失踪事件立案侦查。 很快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明查暗房,一个名叫庞新明的盐川县农民被纳入警方的视野。 在被传唤至盐川县公安局后面对大量的证据,庞新明很快地交代了其同伙,白宝成,贺洪,张洪苍等人。 他们多侧带陕西、延安、同川、卫南、咸阳等地挖开坟墓盗窃女性肢体,然后再分别出售给其他人帮忙配阴婚,并从中的谋取巨额的卖尸钱。 所以后,犯罪嫌疑人白宝成、贺洪、张洪苍相继被抓活归案。 到晚之后,各名嫌疑人对合伙涉嫌盗窃尸体的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2013年1月19日,陕西省延川县法院判处庞新明有期徒刑两年八个月,贺洪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白宝成和张洪苍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 判决后四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并未提出上诉。 至此的,一系列离奇而又蹊跷地丢失案件终于真相纳白。 咱们从头说起,庞新明是陕西省延川县马家河乡农民,他常住在县城南关社区。 一天,庞新明在县城游逛中他突然遇到了以前的邻居白宝成。 闲聊中白宝成提到了,自己在延安市的一家医院做粉刷工人,并且揽下了该医院实验后尸体掩埋的花。 哎,有没有人要女人的尸体啊? 白宝成无意见问了一句,竟他这么以为庞新明眼前一亮, 联想到带闪干净等省去了一些地方有给生前没有结婚的死者配因婚的封锁。 那,如果把这些女士卖了,这岂不是可以赚到一大笔钱吗? 庞新明立即连胜了附和,有人要啊? 啊,你别说啊,还真有这样的赚天市场。 两人想到了一块,此后庞新明和白宝成联手将医院实验后的几具女尸刀取后出售,果然从中赚了不少钱。 不过啊,科供医学实验的女尸毕竟不多啊,得医院管理又严, 你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不能满足二人的欲望了。 长闹甜透的庞新明和白宝成便谋划起了更长远的打算, 就是增加人手,扩大规模,合伙盗墓,买师发财。 不愚啊,好冷嘛,银森森的。 接着,白宝成找到了在驾校学车时认识的延安市安塞县人贺宏。 正因为手团缺钱而泛愁的贺宏听到这样的发财计划后, 西出望外,三人当下商定了共同挖坟,造女士,获利后平均分账。 经贺宏介绍,三人又找到在陕西洛川县城打工的农民张宏仓。 接着,贺宏对张宏仓许诺,只要跟着他干, 那每次给他一千六百元的好处费。 闻之有这样的营盛,张宏仓一拍即合,当即表示愿意入环。 2011年农历11月份的一天, 张宏仓给庞新明和贺宏打了电话, 称一带数百公里外的黄陵县某农村踩好了一处刚下造女士的兴奋。 当天,由庞新明开车,四人一块来到了黄陵县。 深夜,月黑风高,阴风刺骨, 在夜幕着掩护下,四个幽灵般的身影串到了黄陵县店头镇的一座山下的果林地里。 贺宏负责在路边望风接应, 庞新明、张宏仓、白宝成在新坟前琢梦了一番之后, 三人用事先准备好的铁窍在坟墓的后侧挖开了一个圆洞, 有胆着带着张宏仓猫着腰钻了进去。 庞新明、白宝成则在一边拿着手电筒帮张宏照明, 一边往洞内放绳子。 张宏仓在洞内作业了很长时间后, 由庞新明、白宝成合力地用绳子将尸体掉出了坟墓。 得手后,三人又用铁锹进行铲土作业, 竭力着将坟墓还原。 坟墓还原之后, 尸体随后被撞入汽车的后备箱, 此人连夜开车离去。 到了洛川县城之后, 庞新明给了张宏仓1600元, 张宏仓在洛川下了车, 返回洛川县城后, 三人又将女尸藏在白宝成家老宅的一个摇洞里。 只见这是一具年龄较大的女士, 头发几乎脱落光了, 这皮肤还有点腐烂。 随后的庞新明和贺红 担着手对尸体进行了打扮, 二人先是把死者身上穿的兽衣脱下来烧掉, 好用清水进行了简单的清洗。 随后, 二人又用小刀将死者的乳房从一侧切开, 添入纱布, 再戴上胸罩以显得饱满, 再给死者换上一身新内衣, 再将死者的手指涂上红色的指甲油, 最后戴上假发和口罩。 他如此一番美容之后, 这女车显得果然是年轻了许多。 随后的, 白宝成开始联系买家。 青剑县下二十里铺乡徐家沟村的农民杨霜田 自从弟弟意外溺水身亡之后, 一直闷闷不乐。 作为大哥弟弟生前一直未娶的老婆, 这杨霜田心头感觉的是有些过意不去。 弟弟走之后, 杨霜田便四处打听哪里有女士, 希望能够为弟弟结一场银魂, 让弟弟在阴间不再孤单。 于是, 待中间人的引领下, 杨霜田从青剑县赶到 延川县百宝城老家的窑洞里。 看完女士之后, 双方最后商定了成交价三万六千元, 获到付款。 庞新明、 白宝城和杨霜田 租来一辆机动三轮车, 将女士拉到了青剑县下二十里铺乡徐家沟村后, 这杨霜田按照规定支付了三万六千元。 接着, 庞新明把一张自己打印的延安某医院的假出库证明交给了杨霜田, 用得到女士之后, 杨霜田是如获至宝, 请来道士神汉打铃做法后, 将买来的女士和弟弟合葬在了新的墓穴中, 完成了一场阴魂。 而庞新明等人, 他们在分赃三万六千元时, 对于这样既快又多的来钱而营盛, 无不是喜新于色。 似乎的, 庞新明、 白宝城、 贺洪、 张洪苍等私人多次合谋, 每次作案前都是精心策划, 定制道士方案, 一起准备工具, 再加上分别联系买主, 这已发而不可收拾。 2011年农历十一月份那一天, 张洪苍又猜好点了, 庞新明等人再次来到黄陵县的 殿头镇一村的盗窃女士一聚, 后出售给延川县土港乡某村的贺某, 给其去世的儿子配因婚。 由此, 庞新明得赃款一万三千元, 贺洪、 白宝城各得赃款九千元。 2011年农历十二月份的一天, 张洪苍又猜好点了, 于是, 庞新明、 贺洪、 白宝城一块来到大立县 一乡镇村子盗窃女士一聚。 后经庞新明联系介绍出售给陕西、 林坟、 张某, 为其外甥配因婚, 这三人均货者赃款六千元。 2012年农历二月份的一天, 老王猜好点之后, 庞新明、 贺洪、 老王这三人一块到三元县 林前镇一村的盗窃女士一聚。 后来, 又经庞新明联系介绍出售给余林市的余阳镇、 牛家梁镇、 王泽湾村的弥某, 给其父亲配因婚。 这庞新明得赃款一万七千元, 贺洪得赃款五千元。 案发后, 据司法机关统计, 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 这短短的四个月里, 庞新明、 贺洪、 白宝成、 张洪苍等人先后流川于陕西省的延安、 同川、 咸阳、 魏南等地, 把作案掘末盗窃女士拾起, 本获取赃款二十四万余元。 据了解, 被盗斗的女士中大多处都是老人, 其中八十岁以上的有四人, 年龄最大的那位也是八十九岁。 为使女士能卖上高价, 这庞新明、 贺洪等人先后通过美容益装 以掩盖死者的真实年龄和腐烂程度, 然后再持伪造的医院尸体出库档案或证明, 通过他人介绍, 分别出售到陕西和山西等地, 为他人配因婚。 阴婚在民间又被称为明婚, 嗯, 还有配骨, 鬼婚等, 这是一种为死去的人找配偶举办婚礼这仪式的封建习俗。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这一民间习俗古已有致, 相传在三国时的曹操就为死去的爱子曹冲, 取过鬼气。 古代民婚都出现在贵族或是富户, 这贫寒人家很少有民婚的。 新众波成立之后, 这项古朗的风俗也一度地销声匿迹, 然而的, 近些年来,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提倡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民婚现象在一些地方又死会复燃了。 比如的, 在陕北的一些农村, 有些老人认为啊, 这人死了, 他的肉体躯壳虽然已会腐朽消逝, 但是其精神灵魂还存在的, 甚至还能影响他人或是后代的生活。 因此的, 一些少男少女带订婚之后, 不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死亡的。 这长辈们认为, 如果不替他们完婚, 那他们的鬼魂就会作怪, 是家宅不宁。 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夭折之后, 这家中的父母处于同爱和感情寄托, 认为生前没能为他们择偶, 这死后呢, 要为他们完婚, 以尽到长辈老人们的责任。 此外的, 也有人迷信坟地风水这一串。 他们认为, 出一座孤坟不吉利, 会影响家宅后代的平安昌盛, 因此, 死者的前属想方设法要为他们举行一个应婚仪式。 将他们病骨合埋在一起, 让孤男寡女在阴间皆为福气, 免得变成无处牺牲的孤魂野鬼, 扰乱家人。 生前缺少荣耀, 死后追求体面。 班安检察官指出, 由于有利客图啊, 一些地方的风水先生倒是神婆也相呼着串通勾结, 借看风水侧凶吉之名游说怂恿, 俘获人心, 竭力促成应婚, 以便从中获得余力。 陕西陵坟的郝某儿子在前年车祸去世, 儿子生前没有结过婚, 他和妻子日夜思念, 村上的神汉仙姑说, 给儿子配阴婚, 可能让其走好。 所以啊, 就托亲戚朋友次数打问, 这购买合适的女士。 于是, 郝某在配合公安机关取证时承认了, 自己将买来的女士和其儿子合葬, 是为了了却做父母的心愿和责任的。 同样的, 家住榆林的高某也有同样的经历, 二爸在我未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他老人家生前没有想过福, 近年来我们生活好了, 听风氏先生说, 配阴婚可以告慰仙人, 夫蒙后代。 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啊, 看哪里有合适的女士。 这不, 去年冬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 啊, 庞幸明容从火葬场弄出来新鲜的女士, 要价三万元。 最后我们谈好了, 我出价两万六千五百元, 买回一具女士, 给我二爸配了阴婚。 再就是, 陕西陵坟神汉贺某 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是他谈成了, 把二零一余年蜡欲了一天堂, 我遇上了乡亲弥某。 弥某说, 他家里诸事不利, 争心烦意乱, 我就说呀, 弄个女士, 被他失事多年, 去世后无女人陪伴的爸爸配得阴婚, 这样的话能够地难成想, 他就满口答应了。 于是我就给庞心明打电话, 问他是否有女人尸体。 当时庞心明说有货, 我就和买主一块儿到了 沿川县的一个村子的破窑洞内看尸体。 后来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买卖双方, 商定价格为两万八千元。 买主Memo给了我两万八千元, 网拿了一万元, 给了庞心明等人一万八千元。 正是因为有了类似以上种种的需求, 这民间才滋生出了非法买卖尸体的市场。 由于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制约和约束, 这女性尸骨往往是一事难求。 一具女性尸骨的价格, 在黑市场价格不菲, 成为紧缺的商品。 在此背景下, 一些不法之徒便铤而走险, 盗窃女士。 甚至着, 个别地方还出现过杀女卖尸的恶性案件。 庞心明、贺洪、白宝成、张洪苍在利益的驱动下, 以出卖尾目的挖掘坟墓, 盗取他人尸体, 破坏了社会良好的风俗与传统, 亵渎了亡者的尊严, 伤害了生者对死者的胆情。 这不但给死者家树带来难以弥补这精神痛苦, 是更加破坏了社会风情, 倒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案发后, 众多死者的亲属无不切齿痛恨, 怒火中招啊, 他们要求司法机关严惩犯罪嫌疑人。 2012年12月, 严川县检察院依法将此案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公诉人雷尼东他发表了这样一段公诉词, 令人申辞。 人都免不了要走向生命的尽头, 请你们置身换位地思考一下, 如果在你去世后, 有人把你已经入土的棺木砸开, 将你已经安息着尸骨挖出来, 再出售, 强降于一个素不相识, 更毫无感情可言的人结成配偶。 如此折腾, 你的亡灵能安息吗? 你的亲人能接受吗? 第二个案件 话说呀, 在90年代, 深圳的社会治安是非常的混乱, 刑事案件多如牛毛, 道歉、抢劫如家常便饭, 弹手党、砍脚党, 到处走势。 不过呀, 这么多案件都远远不如今天的 六魔女案。 那何为六魔女案呢? 我们就要从1993年说起。 从1993年开始, 深圳突然出现离奇的司机失踪案件。 短短14个月, 前后就有17名司机和车辆失足。 深圳电视台、报纸、杂志、 甚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寻人启事, 导得是人心惶惶。 就是这段时间, 深圳司机根本不敢让任何人搭车, 甚至遇到警察查违章, 也不敢停车。 就在1993年7月6日上午, 东莞市的一家出租车公司来报案, 报案成, 昨天也就是五日下午交班的时间, 该公司一名皇冠130出租车司机张某 没有回到公司。 公司随后打电话到他家里询问, 得知张某一夜没有回家。 这个司机张某啊, 是为人老实稳重的, 结婚14年从来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 更别说不同公司家里联系了。 进房接警后, 调查走访了几天, 他们发现, 司机张某最后拉客的地点, 是东莞市东方酒店的大门口。 根据同公司的司机回忆, 似乎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拦了他的车, 随后的事情就不知道。 当年没有监控, 无法调查出租车后来去了哪里。 警方反复了带东莞市进行走访, 但是呢, 毫无受惑。 司机张某和他的皇冠130行出租车, 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 无难之下, 东莞警方向全省公安局发出了协差公告。 大约十天后, 深圳保安区较为偏僻的上河村一壶果农, 他惊恐地报警。 喂, 警察骂, 报了, 我嫁了荔枝园中, 发发发现了一具男尸, 保安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李正亲自带队赶到现场。 只见, 带荔枝园的身处, 一具被尼龙绳铁丝牢牢捆绑的男尸, 卷曲成一团。 口鼻被胶带封死, 脖子上还有一根绳子。 显然, 死者被歹徒勒死后, 又怕他还有气, 便将口鼻用胶带封住, 保证彻力杀死。 此时, 天气很热, 尸体已经高度地腐败, 散发出阵阵的恶丑。 联想到东莞市要求协查的出租车失踪案件呢, 警方立即要求家属辨认尸体。 接下来, 通过现场的照片, 张某妻子一眼便认出了丈夫的衣服, 他当场便昏厥了过去。 张某的家庭困难, 妻子和老父母都剔弱多变, 他十多年来全靠张某一人赚钱养家。 因家庭负担很重, 张某呢几乎从来不休息, 并且也不挑客人。 没想到啊, 张某年近三十多岁, 就遭此恶语。 现场分析, 大队长李正认为, 歹徒是谋财害命, 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抢劫那辆崭新的皇冠出租车。 大队长李正他还认为, 根据歹徒作案的手法, 他们绝对是惯犯的。 歹徒作案手法熟练, 尤其是杀人, 捆绑, 封嘴, 刨尸都非常有经验, 也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而凶器绳子和其他作案工具, 都是广东省到处可以买到的东西, 也是无法追踪的。 同样的, 立志源也并非第一杀人现场, 仅仅是刨尸现场。 刨尸能花多久呢? 最多就是几分钟而已吧, 所以啊, 也就不大可能被目击者看到。 果然, 警方在走访附近的群座, 没有人看到有车带附近停过。 自然, 歹徒留下了一些脚印, 脚带上也有模糊的指纹, 可是, 仅仅依靠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破案。 不谈整个深圳, 哪怕是保安区内 常年打工的流动人口啊, 至少也有几十万之多。 人海茫茫, 你到哪里去抓人呢? 那么, 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追踪脏车。 一般来说, 脏车它是个大物件, 并不容易脱手, 比较容易追查的。 警方便走遍深圳的旧车市场, 却啊, 毫无收获。 看来歹徒, 果然是惯犯, 他们又销脏渠道, 脏车应该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城市, 甚至其他什么。 这样的话, 唯一的线索也断了。 需要说明的是呢, 深圳警方对该案件是非常的重视。 为什么? 这并非保安区第一骑出租车被杀案, 在前三个月内呢, 还有两名出租车司机被杀, 车辆也被枪捅。 第一名出租车司机是在三月遇害, 被人残忍地杀死在一个水塘里, 并且, 驾驶的桂冠牌轿车失踪。 事后验尸发现, 司机头部有高达四十多处的打击伤, 背部还有几处刀伤, 并且刺穿了肺部。 歹徒极为凶残, 但明显作案不熟练, 看来有可能这起案件是第一次作案。 而第二名司机呢, 是被勒死的, 没有见血, 他驾驶的蓝鸟轿车失踪。 这说明啊, 歹徒作案的手法高明了一些。 到了第三起案件, 则用一对情侣蓝车, 那就更高明了。 以上的三起案件线索呀, 都太少, 受害者和歹徒又素不相识, 都成为无头案, 悬而未破。 可是, 让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三起案件仅仅是个开始。 随后, 短短一年内, 又发生了18起同类的案件。 1993年8月18日, 深圳市龙岗区政府财政局报警, 说他们小车队里的司机吴某突然离弃失踪。 局里反映, 17日晚上7点, 司机吴某驾车将局长送到深圳机场登机后, 便独自驾车返回。 登机之前呢, 局长嘱咐吴某去接一下参加会议的局长太太。 可奇怪的是啊, 局长太太在10点会议结束后, 一直等到12点, 始终不见吴某来见。 第二天, 吴某也没有来上班, 家里逃到局里来招人, 说吴某一夜未归, 那辆黑色奥迪车也不知去向。 局里感觉出事了, 立即报警。 报警后, 警方认为吴某可能遇到纳华带徒了, 凶多吉少。 果然, 一周后, 广州高速公路B10段林乌山路边的一个污水井里边, 发现了一具尸体。 根据家属辨认, 此人就是失踪的吴某。 这是第四起了。 一个月后, 又有类似的案件发生了。 但是, 这次受害者却不再是司机了。 保安区某大公司副总经理, 陈某从江西老家开车回到深圳。 到家后, 陈某建车的太脏, 考虑明天要见客, 决定去洗一洗。 就这样, 晚饭后, 陈副总经理开着这辆崭新的灵制车, 去了距离机场不远的一处洗车场, 就此失踪。 见丈夫很晚还没有回来, 那陈太太急忙打寻呼机和手机, 都没有回答。 陈太太连忙赶到洗车场, 哪里人告诉她, 你老公洗车就花了二十分钟, 早就抖了。 陈太太一听, 焦急万分。 她一边报警, 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寻找, 依然毫无收获。 五天后, 食盐田料坑国厂, 一个大农药的农民发现草丛中有一具布满蛆虫的男尸, 此人就是陈副总经理。 直到1994年6月, 前后又十多起类似案件发生, 地点全都是在深圳报安全, 几乎都和机场或者是机场附近的公路有关系。 警方录取发现的多具失踪者的尸体啊, 几乎都是被勒死的。 可是, 仍然有七人是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所有失踪者的车辆全部失踪。 失踪的车辆除了一辆为面包车外, 其余大多是高档轿车, 如某大公司的奔驰560型轿车, 价值人民币78万元。 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受害者身份却有着极大的差别。 他们既有吴某这样的政府部门的专职司机, 收入平平, 也有陈副总经理这种老板, 相当的富有。 还有刚从香港回到深圳度假的 洛塞胡的帅哥, 甚至还有顺丰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 显然, 歹徒作案手段相同, 都是将这些男人欺骗到偏僻的地方, 然后动手杀害。 可是, 之前杀害者出租车司机张某等三人, 可能是歹徒假装花钱打车, 那这还容易理解啊。 但是这余下的十几人均不是运营车辆, 还颇多有钱人, 有身份的人, 那根本不可能私自去拉客人。 问题来了, 那么歹徒他是用了什么办法, 才能够将五花八门的受害者全部欺骗呢? 要知道, 这些受害者中颇有些丰富社会阅历的人, 比如陈副总经理制内, 正常来说呀, 这些人都是极难受骗的。 戴舅致, 那个公安局的副局长, 他腾经哭着说, 我儿子啊, 他从小就看过版案抓坏人, 也算是半得尽差了。 他什么样的骗术他没见过呀? 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会被歹徒轻易地骗到哪里去杀了? 我儿子绝对没有这么笨。 警方对此呀, 完全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自然也找不到案件侦破的方向。 虽然每个月都有司机连人带车的失踪, 警方却无能为力。 长大一年多的时间里, 案件始终是悬而未破。 所谓天下没有不漏风的…裤子。 机场公路上大量司机失踪的消息, 充斥民间, 失踪者还有香港人。 案件呢, 在香港也上了报纸的偷条。 机场公路来往的司机们, 自发地警觉了起来。 在一个多月内, 先后有两名司机报警, 他们说在机场附近, 一个打扮妖艳性感的年轻女孩, 搭车。 哎, 搭车就搭车呗, 但是啊, 他上车以后呢, 该女孩自称是小姐, 对她们是百般地挑动, 让她们去自己的按摩院接受色情服务。 这两个司机都听过司机失踪的案件, 他们断然拒绝了。 可是, 这两个女孩见引诱无效后, 顿时神态慌乱起来, 要求下车。 两个司机周注意到, 女孩但下车后, 又立即地搭车离开了。 这个举动让司机感到很奇怪, 他们都先后报警。 至此, 警方才开始恍然大悟, 原来歹徒是利用女孩侧诱司机的, 那女人的身体是最原始的武器, 也是最有效的。 面对这件武器, 无论是出租车司机, 香港帅哥, 还是大公司总经理, 都抵抗不了诱惑, 因为他们都是好色的男人。 就在警方终于明白 歹徒作案的手段开始紧急侦破之时, 又有重大的突破。 6月6日, 深圳保安区医院报警, 群众送来了一名重伤者, 这名伤者呢, 车辆就停在路边, 人也昏迷过去。 群众见叫不醒他, 便立即报警。 伤者头部和颈部伤势严重, 万幸呢呀, 是尚不致命。 警方立即赶到了医院, 受害者刚刚经过手术, 非常的虚弱, 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几个字。 警方是焦急万分, 勉强和受害者沟通了起来。 受害者告诉警方, 自己呢, 是一个生意人, 在机场上他遇到一个性感年轻的女孩搭车, 女孩说呀, 自己是色情按摩女郎, 让他去按摩院接收色情服务。 这个司机呢, 便动了色情, 跟着他来到了一处出租屋里。 进屋之后, 女孩借口拿避孕套而离开。 司机这时他感到, 这个房的内似乎是阴气肿, 不安而理。 他又想到, 最近传说中的司机失踪案, 他心肿发毛, 那性欲是瞬间消失了。 半分钟后, 司机也下楼适出离开, 而此时呢, 女孩正好打开了大门, 试图出去, 司机也顺势挤了出去。 女孩拦住他朝房内大叫, 一旁却突然冲出来几个小伙子, 对司机是全大叫替的, 一个人还试图拿着绳子勒住他的脖子。 司机见此大劲了, 他张着身强力壮, 一把推开了女孩, 便逃到了院子里自己的车内。 而几个小伙子呢, 也追了出来, 挥舞着木棒猛击司机的头部, 司机头部被多次重击, 差点昏死过去。 当时, 因为强烈了求生欲, 司机他紧咬着牙, 将车辆开出院的, 并且, 一直开了十几公里后, 派昏迷了过去。 遗憾的是, 受惊过度, 司机已经记不清出租屋的位置了, 只是描述了女子的长相和口音。 奇怪的是, 他的描述同之前两个司机不同, 后者说, 女孩有明显的江西扣印, 而前者呢, 说是贵州扣印。 而警方呢, 自然没有被这些区别所迷惑, 他们认定, 这是一个团伙作案, 有多名女孩参与犯罪。 根据连续两次失守, 这仍然做第三个案子来看, 那这伙歹徒肯定是没有什么钱了, 所以, 为了生存, 歹徒恐怕会不顾一切地去冒险作案。 所以, 警方从1994年6月6日开始, 便重点带机场附近严密布控, 准备抓住这几个做诱饵的女孩, 打开突破口。 可奇怪的是, 时间过了20天, 这几十名侦察员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女儿。 看来, 这伙人也察觉到危险了, 没有敢于立即作案。 警方呢, 同样的没有解除守候, 而是24小时蹲点, 大队长李正亲自下达军令状, 要求尽快侦破深圳历史上最严重的杀人劫折案。 功夫不负有心忍, 到了26日, 侦察员余靖杰有了发现。 她的手在后机厅门前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 一个穿着性感低胸的黑衣年轻女孩, 她连续地拦住了几辆车。 那如果是试图打车离开机场的话, 那她应该拦出租车呀。 可是呢, 这女孩拦的却都是私家车, 并且全部都是好车。 于靖杰便悄悄地摸到镜主, 发现这个打扮妖艳的女孩 同两名司机描述得很相像。 就在于靖杰紧急汇报的时候, 女孩上了一辆丰田轿车离开了机场。 糟了, 她又找到猎物了。 如果在警察眼皮的底下, 让这个司机被杀的话, 那就是深圳警察最大的耻辱。 大队长李正亲自带队, 出动几辆车的沿着机场高速公路追击。 可这有意思的是, 这个丰田司机他很快地就发现了, 不好, 有警察遁踪。 这个傻叉, 他误以为警察师在作拿卖淫调仓, 吓得驾车以130公里的时数闷开。 当时, 深圳警方经费短缺, 车子很破烂, 大多只能开到80到90公里, 根本就追不上的。 最后啊, 幸好这个大队长李正, 开着一辆上级特别奖励的公爵王轿车, 这才以140公里的高速将丰田逼停。 逼停之后, 出于慎重考虑, 警方将司机也制服, 并且戴上了手铐。 这个司机啊, 他吓得半磁呀, 他什么时候抓嫖娼, 抓到高速, 空路上来了? 他不由着一个界地说, 警察叔叔, 我, 我没嫖娼了, 我, 我只是好心地烧了他一段,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好, 我是嫖娼, 我是嫖, 你们说罚款多少钱, 我楼给, 千万, 千万不要通知单位, 还有猴老婆呀。 飞人呀, 这个傻鸟他还不知道, 已经在鬼门关上过了一群。 警方在抓住这个性胆女孩后, 立即进行了连夜突圣, 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女孩, 她年纪不大, 却不是生油的等, 她百般抵赖, 拒不交代, 她自称叫庄肖明, 二十岁, 是贵州贵阳人, 带深圳做按摩女, 这次呀, 是为了省钱而搭车的。 可是呢, 面对警方让她说几句贵州方言, 说几个贵阳的名字, 嘿, 这个女孩张口结舌, 说不出来了。 不过呀, 这个女孩她依然的是满口胡言, 和警方纠缠拖延事件, 又这样一直审讯了八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 这个女孩终于坚持不住, 软了下来。 接连审讯了八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 这个女孩终于坚持不住, 软了下来。 你对几想想, 深圳那么多人我们不抓, 为什么抓你? 你年纪轻轻的, 不要为了别人毁了自己。 现在呢, 给你机会让你说, 你说了就算是立功, 可以宽大处理的。 你要是还不说的话, 以后可别后悔。 听到这里, 这个女孩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关我这事儿的, 我也是卑鄙的。 我想问你们, 我就是把司机带回去, 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样的话我要判多少年。 会不会是四刑啊? 随后, 女孩交代了她的真名, 叫刘玉香, 是江西省宁都县人, 半年前来到广东省顺丰县的喇叭厂打工。 打工期间呢, 她认识了出手阔绰的男友邱德喜, 从此以后就不带打工, 和她同居起来。 他们一共是三对情侣, 住在一处出租屋内。 男友邱德喜告诉她, 她和另外两个男人是朋友, 都是做走私车生意的。 而那个叫做张初强的人是他们的老大, 除了他们六个人以外啊, 还有十个朋友也是一起做生意的, 但是呢, 平时都不住在家里。 相处了没多久, 男友邱德喜便让刘玉香和另外两个女孩打扮得性感妖艳, 去机场骗司机来出租屋。 当时刘玉香问, 把司机骗来干嘛呀。 而男友邱德喜说, 是搞仙人跳, 敲诈, 把司机吓跑, 然后将他们的车子卖掉。 刘玉香他半信半疑, 他们几个人啊, 生活奢侈, 整天吃喝玩了, 花钱如流水, 又没有收入。 在男朋友的要求下, 刘玉香无奈了, 他前后三次去机场又骗司机。 不过呀, 刘玉香他胆子比较小, 加上来深圳不久, 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 嘿, 第三次还被警察给抓住。 这算是运气好吗? 上文去了呀, 他是命大。 面对警察的质问, 刘玉香最终承认, 以前的杀人劫车案子都是他们干的。 刘玉香回忆, 六月出了一天晚上, 我们一起十多个人, 带皇宫半岛大酒店卡拉OK包房里玩的时候, 他们几个男人为了分钱不公的事情吵翻了天。 后来回到房里, 我男朋友还无意中嘀咕道, 他说不知道张楚强把那尸体扔到哪里去了, 我当时听了特别的害怕, 我说你们不是敲账吗? 怎么还杀人呢? 男朋友说没事的, 我们已经干了很久了。 然后, 就是昨天下午, 张楚强他让我打扮得漂亮一点, 说是去机场帮他们拦一辆车回来, 然后勾引资机, 将司机带上楼来, 就没我这事了。 我当时一听, 我又很害怕, 我说不去。 但, 但当时, 我的男朋友囚德西秀在旁边, 他一个劲着催促我, 就这样待他们的独促下, 我只得去了机场。 当时, 第一次没有拦城, 还没有走出机场呢, 司机便把我赶下了车。 接着, 我又返回后车厅前, 拦了第二辆, 第三辆, 接着, 便被你们给抓住了。 登据刘玉香交代着出租屋地址, 警方立即进行抓捕。 这群家伙也很狡诈, 他们发现刘玉香彻夜未归时, 知道出了事, 第二天一大早, 就仓皇地分偷掏头, 抓捕没有成功。 根据刘玉香的交代, 警方很快锁定了张初强, 邱德玺和另外两名女人的身份。 一旦身份被锁定呀, 抓捕就要容易得多了。 接下来, 经过紧急抓捕, 显示张初强, 摆顺丰县老家被捕, 随后邱德玺带广州沙河表姐家落网。 这些人被捕后也没有顽抗, 很快已交代了其他同伙的去向。 于是, 这个多达十六人的团伙, 浮出了水面。 其中, 十人是男性, 六名是女性。 十个男人中, 九个人直接参与杀人, 一个负责销赃, 没有直接杀人。 至于六名女性, 全部都是作为幼儿引诱司机回来, 供男人杀害。 在两个远内, 十六名案犯分别在广东、江西、贵州等地全部落网。 这十六名案犯被捕后, 都供述真正的老大, 不是张初强, 而是貌不惊人的张小剑。 广东顺丰人。 让人无语的是, 这群歹徒, 包括张小剑带内, 都非常的年轻, 都是二十岁左右。 张小剑呢, 他年纪最大, 也不过二十六岁。 而负责色诱的六魔女呢, 年纪更小, 最大的叫谢秀云, 不过二十三岁, 最小的文雅呢, 才十九岁。 张小剑交代, 他们本来都是去深圳打工的工人, 可是为什么如此疯狂地杀人劫车呢? 就是两个字, 为钱。 六魔女之一的谢秀云, 他很直白地说, 我就这么说吧, 没钱, 做人还有什么意义? 司机, 死就死吧, 又不是我杀的, 关我什么事? 哼, 款你什么事? 待会儿你就知道。 当年的深圳工厂呀, 是所谓的血汗工厂, 工人们呢, 都是三板岛, 一天工作十二的小时, 一周工作, 六天, 还经常加班, 确实很辛苦。 而这十六人呢, 都是好意勿劳的年轻人, 他们根本不愿意在生产线上吃苦。 他们都是吃喝嫖赌俱全的家伙, 工厂难这工资, 也根本不够用啊。 他们都羡慕有钱人止醉金迷的生活, 为此而不惜杀人。 1993年三月的一天, 张小剑和三个朋友刚刚从一家歌舞厅出来, 他们用掉了最后的一点工资, 是身无分稳了。 而距离工厂发工资呢, 还有大半个月, 那下面要怎么过日子的。 四个人在大街上慌悠着, 探着川流不息的车流, 突然, 张巧剑弟弟张小波他灵机一动。 我们干脆截一辆车吧, 到老家顺丰先卖了, 顺丰到处都是走私车的啊, 你看, 一辆车随便一卖就能好几万的。 张小剑他听后眼睛同样一辆, 对, 那我们就这么干, 妈的, 工厂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啊, 这几万元我们要多少年他能赚到, 你们俩的怎么看? 同会儿陈卫祥他立即说, 猛干哪, 绝对干, 没钱, 连小姐都不搭理你呢。 我宁可过一年有钱的日子就死, 也不愿意没钱窝囊一辈子。 一个人哪是一拍即合, 一个杀人劫车的计划, 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决定了。 随后, 他们便拦住了一辆桂冠牌的白色出租车。 车子开到偏僻的地方, 张小剑突然掏出一把匕首递住司机, 随后, 另外三人便将司机制服捆绑起来, 丢带了后座里。 可是, 如何处理这个司机呢? 四个人却犯了仇, 他们开始只想劫车, 没准备杀人。 但是张小剑他认为司机认识他们的样子, 一旦报警, 就有可能抓住他们。 迟到暴力抢劫出租车, 那才当年至少要坐牢十年。 这四个年轻人都不愿意坐牢, 简单商量一番, 四人竟然一致决定杀人灭口。 可毕竟是第一次杀人, 四个人都有些心慌, 他们现实捡起石头, 对准司机的头部梦砸, 司机被他们砸得满头是血, 昏刺过去。 接着, 四个人将尸体拖下车, 准备跑尸。 可是没想到的是, 白被拖洞中, 司机突然醒了, 他苦苦着哀求他们, 车的盒钱都拿去, 给我一条生路吧。 可是呀, 四个人没有理会, 再次梦砸司机的头部, 把他头骨都砸便醒了。 随后, 他们边将尸体抬到公路下的池塘边扔了下去。 可是, 没想到的是, 生命顽强的司机他竟然又醒了过来, 还在水中挣扎着。 张小剑大惊之下, 挑入池塘中, 用匕首连刺树下, 将司机活活刺死。 第一次杀人后, 四人非常进场, 他们颤抖着将车开回顺丰卖掉。 张小剑供述, 当时脚很软, 几乎踩不动油门。 顺丰呢, 是有名的脏车销售基地。 收车了车贩子呀, 明明看到车子里边有血迹, 但是仍然招收不误。 张小剑他们每人分得了一万元。 要知道在1993年那会儿啊, 一万元已经相当的不少了, 普通人月薪不过是一二百元的。 在张小剑他们手中, 这一万元不过短短的一个月, 就挥霍一空。 张小剑他交代, 钱都用掉了, 不是赌博, 就是嫖技。 而陈卫祥呢, 他更是说, 我都是用来调技了, 我前后嫖了不下一百个。 钱用完了, 他们又要带左岸。 而此时张小剑反而没有太多的顾虑了, 反正已经杀了人, 那杀十个和杀一个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 两个月后他们便拦下了一辆蓝鸟出租车, 将刺激给杀死。 而这次杀人很不顺利, 司机对于这四个搭车的男人颇有戒心, 不愿意将车子开到偏僻的地方。 而张小剑呢, 他费尽唇舌, 好不容易太将他给说服。 也就是这次后, 张小剑认为让男人去拦车不太方便, 最好是让女人拦车, 而司机呢, 一般对女人是不警惕的。 于是, 1993年7月5日, 张小剑让19岁的女友傅洪琼搭了一辆车。 傅洪琼是六魔女的大姐, 也是最早作案。 她呢, 是贵州必结诊, 还是出生代乡村教师家庭, 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老实人。 18岁的时候, 傅洪琼来到了深圳工厂打工, 认识了张小剑。 傅洪琼, 她不愿意吃苦, 喜欢安逸的生活。 张小剑发现呀, 她爱慕虚荣, 立刻对她便展开了追求。 张小剑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 很有钱。 那傅洪琼只要做了她的女友, 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傅洪琼, 她觉得, 哎, 不错呀, 这样生活轻松的多呀, 很快的便从工厂辞职, 和张小剑同居了起来。 一开始呢, 张小剑没有把杀人抢劫的计划告诉傅洪琼, 后来, 在东莞市东方酒店的门口, 张小剑让傅洪琼出面拦了张某驾驶的皇怪130行出租车, 随后张小剑借口要出去做生意, 便让傅洪琼半途下了车, 换乘另外三个同伙上车, 司机张某最终惨遭杀害。 不错, 刚开始的时候傅洪琼他是不知情的, 但他很快的就知道了真相, 稍后张小剑便开着皇冠轿车回来, 傅洪琼呢, 他发现司机不见了, 他顿时害怕起来, 问张小剑出了什么事啊, 司机去哪儿了呢? 张小剑告诉他呀, 他们把司机给弄死了, 车子准备卖掉。 傅洪琼他当时吓着是全身发抖的, 他表示自己不干了, 要回贵州老驾。 张小剑便和他大吵了起来, 扣押了他全部的证件, 还说他呢, 也参与了作案, 一样要坐牢。 傅洪琼说, 自己没有办法, 只能留下一席干了。 这不过是他的托辞而已, 身份证难道不能补办吗? 如果真的逃抖了偌大的中国, 哪不能去呢? 况且, 傅洪琼他很快便将自己的姐姐 傅利敏拉进了团伙,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 即使, 傅洪琼他已经习惯了 同张小剑交涉银移一天消费 一两千的生货了, 他还可能回工厂赚每个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吗? 而出租车司机连续遇害后, 甭管是深圳市这出租车司机警觉起来, 所有这出租车紧急加装了防盗网, 甚至司机携带铁棍, 板烧灯武器。 张小剑他们认为, 此时啊, 抢劫出租车已经很困难了, 那怎么办? 有办法, 打私家车的主意呗。 而深圳呢, 在当年, 那卖淫是很猖獗, 张小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通过色诱司机到出租屋, 然后杀死他们带抢车。 于是, 张小剑一面扩大团伙规模, 一面让团伙里边的女性, 嗯, 去色诱机场司机。 团伙扩大到了16人, 其中6名是女性, 这也就是6魔女。 先是台政局的司机吴某, 他被傅红琼等藩人引诱, 性高抬烈地去搞什么, 四屁。 结果呢, 刚进入出租屋, 吴某就被张小剑他们扑倒, 用电线给活活勒死。 陈夫总经理啊, 也是一样, 洗车完毕后, 他被三个女人引诱去出租屋 接受色情按摩, 结果一命无虎。 其余的十多个男人啊, 包括香港的洛塞湖帅哥, 也都是同一个套路送的面。 而6魔女中呀, 仅仅富红琼, 她就参与作案6次, 杀死6人, 抢得汽车6辆。 其余的四个女人都有参加过杀人抢车, 只有最后加住着刘玉香, 三次, 哎, 都未遂。 那主犯张小剑, 贪欲作案11次, 杀死10人, 重伤1人, 抢得各式汽车11辆, 价值人民币307万元, 从中分得赃款18.8万元。 这16人的团伙, 14个月疯狂作案20亿起, 其中呢, 三起未遂, 杀死17人, 重伤1人, 抢得汽车18辆, 价值629万多元, 获得赃款100多万元。 这些男人的凶残狠毒, 咱们就先放一边。 让人更吃惊了是, 这六魔女这才人, 丝毫不亚于男人。 案件的卷宗是这么写道, 傅红琼曾亲眼见到张小剑一伙人, 就在他们住着客厅里, 仅用几分钟就把一个司机给杀了。 而躲在隔壁房间的傅红琼, 他只听到了几声无比凄惨的, 挣扎的声音, 就像是来自地狱。 在以后, 每当他和另外两名女子 浓壮艳抹之时, 那便是出去逆劣之日。 三人配合, 普通话, 客家话, 白话, 轮番使用, 他们凭着年轻, 风雨和上帝赐雨的青春童体, 向每一个可能列取了对象, 展示着最原始的资本。 上车后, 甜言蜜语诱惑司机, 去他们的发廊洗头啊, 喝茶啦, 有靓女按摩啦, 用无花八门的理由, 将这些司机诱上死亡之骨。 进屋后, 这群女妖精首先打开收音机, 震天响的音乐, 既为凶手们爆了信号, 又为凶手们杀人, 而掩盖了罪恶的声音。 将引诱了司机遍少牢后, 他们还要牵手, 将外边的铁门给关死, 这样便堵住了司机逃生之门。 再然后, 他们便幽灵般地闪开了, 或是躲进内室, 或是躲到楼下, 直到猎物成为已具僵尸的时候, 他们才一同用扯将尸体运出去泡掉。 那这些女人, 她为什么这么残忍呢? 很简单, 不就是为了钱吗? 张小剑赴红穷团伙, 是深圳这几十年来啊, 最为重大的杀人劫折案件, 社会和国际影响之极为的恶劣, 政府决定严厉惩处。 接下来, 直接参与杀人的实物名歹途中, 有十三人被枪决, 只有三次作案未遂的刘玉香被判处, 二十年有期徒刑。 另外, 傅红穷的姐姐傅立敏判处死缓, 她呢, 只参与了一次杀人, 并且不知道张小剑是要将司机杀死, 所以从轻判决。 而需要说明的是呢, 收赃的顺丰车贩们却基本没事, 汤块中了车贩, 邱敬辉仅仅判刑三年。 收赃基地就是顺丰县的地方保护主义很强, 当车竟然成为一项致富的渠道, 这里入户首去, 较为放松, 各种来路的当车, 在这里都可以轻而夜举了班车牌, 于是这就自然地形成了汽车交易黑市。 十几家的汽车交配厂, 从修理到改变全车的颜色, 甚至随意地改变车架发动机号码的一条龙服务, 那是应有尽有。 对于这种情况, 盛文该怎么说呢? 他只能说,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吧。 而六魔女之一的主犯, 傅红琼, 更是让人酷笑不得。 他文化程度低, 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杀人, 便坐不了几年了。 但是呢, 在当庭被宣判死刑时, 傅红琼, 当场晕了过去。 根据看守所的规定, 死刑犯必须带上专门的脚料, 防止逃抖。 换句话说, 这幅脚料就是执行死刑的倒计史。 二十岁的傅红琼, 对于这幅脚料是极为了恐惧的, 无论如何, 也不愿戴上。 他多次痛哭流涕, 百般哀求。 就是为了这区区十四个月的奢侈生活呀, 这群年轻人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